临近春节各大卫视春晚的录制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纷纷晒出自己的春晚海报 1月19日山东卫视官宣春晚海报 并将德云社余谦的海报放在了置顶的位置 看到山东卫视的这番操作 不少网友也是为大爷于谦点赞 从这儿也看出了山东卫视对于谦老师的喜爱和尊敬 在山东卫视文案中表示 大年28于谦陪您过大年 于谦老师的手中还拿着一个虎年的玩偶 至于为什么没有放出郭德纲的海报 很多人也是理解的 毕竟现在离山东卫视春晚播出还有9天 如果一下子放出所有海报 虽然能够一时间形成热议 但并非是节目组想要的宣传效果 所以每天都放出一些官宣的内容 不仅可以循序渐进的展现 而且还可以每天都推出新的内容 等到播出的那天 一切也都水到渠成 热度也就会达到理想的效果 在前几日就有网友录透了郭德纲和于谦两人录制春晚的现场视频 郭德纲 于谦两人身穿黑色刺绣大褂走向舞台 工作人员们也是纷纷鼓掌欢迎 不得不说跟德云社合作还有很大的好处的 不但能带动当地的经济 还能请到郭德纲 于谦这样的实力大咖坐镇春晚 收视率名气双丰收 而山东卫视邀请郭德纲 于谦参与虎年春晚的录制 也看出了山东对德云社的友好态度 毕竟济南德云社正在筹建当中 等项目完工 德云社到时候也会成立实队 也会在济南举行盛大的开业仪式 就是不知道实队队长是不是张九南呢